第七題 1NN加永恩三人用同一卷尺測量餐桌的長度 測量結果為 1N200.88公分 N加200.72公分 永恩200.80公分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三人測量的結果平均值為200.8公分 我們不用算就知道這個敘述是錯誤的 因為前面的記錄結果都到小數點第二位 而這個平均值只到小數點第一位 這個一定是不對的 所以選項A錯誤 B 永恩的測量最為準確 這也是錯的 因為大家都要估計 我們只是估計值不同 我們沒有辦法說 誰的測量結果比較準確 那麼就算是看1N的200.88公分 永恩的200.80公分 我們說比較對 那麼N加200.72公分比較錯 我們也沒有辦法說永恩的測量結果最為準確 C 有1N的測量準確值為200 這也是錯的 我們知道我們測量結果最後這一位 是叫做估計值 前面叫做準確值 所以1N的準確值應該是200.8 而不是200 所以選項C也是錯的 選項出 N加的測量的估計數值為0.02 是對的 我們講過最後這一位是所謂的估計值 所以這個0.02就是所謂的估計值 所以第七題問我們說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 N加測量的估計數值為0.02 中文字幕志安